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在1月到期 已经在7月计算了顾PR 发 月申请了 Work Permit Extend 请问在这个情况下 用VR的案子可以上班吗? 因为你是用Visitor 身份留在加拿大 所以你的Maintain Status 会继续依然是Visitor 亦都是因为这样 你是不可以做事 要等你的 Work Permit 批准才可以做事 我的学签 明年3月底就会到期 请问 逐期手续是怎样的? 可否以FlagPo 的营姓申请? 你可以在加拿大境内直接申请学生签证业期 不需要做FlagPo 因为申请批准后 IRCC 会直接把学生签证寄给你 根据2023年8月的修订 Stream B 永久居民申请不一定需要大学学历 我需要用WES学历认证大学学历吗? 先生在香港 如果申请Inside 或Outside Disposed sponsorship 哪个申请的时间会较快或适合呢? 根据IRCC 公布 现时Inside 申请的时间约13个月 Outside 申请的时间约10个月 如果在Inside 提出申请 申请人在加拿大境内等待申请结果期间 是可以申请工作签证在加拿大工作的 我是用Master Program申请 以及批了SP Extension 到这5年的5月 我现在想帮太太Innen申请SOWP 但我找了几天都找不到申请太太的SOWP 我想请问一下 应该是用主申请人 自己的帳户去申请太太的SOWP 还是太太应该要自己独立帳户 去申请SOWP 只要符合SOWP的申请资格 两个方法都可以 不过2024年9月有一个新的修订 申请人是需要就读指定要求的Master Degree 才可以帮配偶申请SOWP 本人已经申请了PGWP 现有些人申请了OWP 我是否应该等到收到PGWP后 才再申请OWP 还是可以同步申请呢? 其实如果你已经拿到PGWP 是不需要再申请OWP的了 因为Work Permit 只需要一个就够了 不过如果PGWP有效期是比较短 你就可以考虑后续再申请OWP 当然到时要视乎法例容不容它 来吧 我收到IRCC要求做REHAB 找了好几天都没有REHAB的资讯 请问REHAB的信件要怎样写? 我这一案不保是否要请律师呢? 如果请律师的话 是否一定是加拿大的律师呢? 如果IRCC回复要求做REHAB的话 代表案情需要详细解释 因此我们强烈建议你找一个熟悉加拿大移民法的 加拿大律师 协助你作出解释和处理REHAB的申请 广告时间 我们NX Consultant也有加拿大注册律师提供这个服务 对的 根据政策 如果同一个PR申请 包括配偶和18岁以上的受养人 都可以一起申请OWP 有的 如果你的护照有效日期少于3年 你的OWP年期就会少于3年 因此 如果申请前你发现你的护照3年内会到期的话 就建议你先更换了护照再提出申请 其他我们看到的原因 主要是IRCC系统出现问题 其实以LOI入境 经陆路或飞机都没什么分别 不过要记住 不是每一个陆路的入境关口 都可以办理相关的手续 同时有部分关口 也不是24小时运作 所以建议你查清楚准备入境的关口 有没有提供相关的服务 以及营业时间 今集时间又差不多了 有什么问题可以DM我们 下集再为大家解答 更多移民上的宜蘭杂证 下集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